您怎么来了 快快快坐呀 坐 有什么新情况吗 我又趁机抓了一批人 我把法王寺的这些和尚 全部当成叛匪 抓进了大牢 这两天 有人上过嵩山吗 没有 皇上呢 皇上 皇上到这儿来了 我们不得不妨啊 你马上派人去嵩山 把那些和尚 还有知道底细的犯人 统统给我杀了 这就把他们杀了 这么快呀 免得夜长梦多呀 老师放心 我分分钟就把他们搞定 把他们解决了 给他起来 起来 走 走 干嘛去 我不去 干什么你们 是要带我们回资吗 老板 你们要干什么 送你们到你们喜欢的地方去 走 师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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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能这样 这是上父的命 我这里 有皇上的圣旨 叫吧 你哪来的皇上的圣旨 是我们从京城带回来的 这圣旨还不快快下棍 什么圣旨啊 我告诉你 我是这里的老大 圣旨 死的难看点 让你们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不是我们无法无天 是你这个管师 管师太多 对 拿下 慢 你来干什么 皇上 让我来处理这里的事情 皇上让你来的 你这是假传圣旨 皇上让我来处理这里的事情 来人哪 把他拿下 我看你是恶狗先咬人 皇上 您该说话了 我陈寇见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你老人家受苦了 今天我目睹了一切 一切真相大白 阿弥陀佛 来人哪 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 皇上 皇上 抓起来 皇上 把这两个人给我下入大牢 是 皇上 皇上 臣冤枉啊 皇上 痛快 皇上 真是皇上 皇上就长这样啊 武则天 你为什么要立定了无子离呢 老大以为武则天使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评价自知 怎么会 因为他做的亏心事大于他的成就 所以他的良心让他放弃了对自己的评价 皇上 你这两个弟子还挺有学问 他们只不过是在凭自己的良心说话 皇上 你是何人 我是十守信将军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父亲希望皇上能亲自看到这块碑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向皇上表示自己的心愿 又恐怕皇上不相信 只好借骨玉金 请皇上原谅 十老将军早就看出我的心意了 方丈 说句心里话 我 没有意外能够安枕而卧 皇上有何心思 这个你还不明白吗 皇上的宝座谁不想作作 以宽容之心对天下 则天下太平 这 知道该做的